女生養寵物多半都是貓咪啊狗狗啊 上次不是有一份報告說什麼 養什麼什麼樣的狗的人 比較有可能一夜情 如果被人家講說無稽之談對不對 今天又有一份國外研究說呢 養貓咪的女性 罹患精神疾病的比率比較高 甚至還比較容易想不開 真的假的 哇唷 圓滾滾的大眼睛 緊盯著主人喬超級可愛的小貓咪 讓女藝人都要為他們瘋狂 我的每一幅畫 你應該不會看到沒有貓 牠一定藏在某個地方 十幾年來養了五隻貓 名主持人吳淡如 就連繪畫作品當中都可以看得到貓咪 但最近一份國外研究卻發現 養貓的女性竟然自殺率比較高 讓這些愛貓城市的女藝人們 都說不敢相信 貓咪愛撒嬌也難怪會惹人疼愛 但報告卻顯示 這種叫做公江蟲的病菌 會寄生在貓狗身上 只要讓寵物吃生肉或是遭到糞便感染 都有可能會讓主人也間接感染 最嚴重甚至會導致男性不孕 懷孕的女性流產 自殺比率也高出1.5倍 流浪貓一般理論上會比較多 但是實際上我們去檢測出來的不多 養貓咪導致自殺情緒 這樣的推論結果雖然有些誇張 不過醫界也提醒 就算再怎麼樣疼愛貓咪 也要定期待他們做檢查 尤其是懷孕婦女 更要跟愛貓保持適當距離 今天這本飯是自由回家針 才會想摸到